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也把我想得太小心眼了 我只不过是来 操 操个热闹 你看看这皮肤好的 雪白雪白的 花若凝枝 我摸摸 这 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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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帮我 鞋子 快来帮我 抓到了吗 等武汉军回来 我自我会讨回这个公道 夫人 夫人 请留步 夫人 慢走 不送 夫人 夫人 都是李不韦给您惹了麻烦 我向您道歉 请您原谅 小小丫头 竟敢出言不逊 她白嫁 着实是放肆 这世人哪 都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 夫人 成熟美貌 咸阳城无一不晓 那就是个如羞未干的小丫头 自然心生妒忌 出言不逊 夫人 又何必生气呢 其实呢 我倒不是那种没有度量的人 只是 她如此诬蔑我 我是怕你听了她的话 对我有所误会 李不韦 自然会替夫人出这口气 能 吕大人 你不会拿了东西 就离开秦国了吧 我当然会回来 那好 我在秦国等你 啊 嗯 啊 知不知道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谁让你刚才欺负我的 我告诉你 这都是你的报应 你干嘛呀 你别过来啊 我 我 我告诉你我爹 你敢打我 我 啊 好痛啊 我爹杀了你 啊 我 我我 我我 我错了 我爹都不敢打我 申可不都是你爹吗 他舍不得教训 不代表我不敢 再敢让我装进你恶咒剧 小心我剁了你的爪子 哎哎 你去哪儿啊 你给我站住 怎么的 还想挨揍啊 不不不 不是啊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现在就要走啊 是 不是那 那什么 你别看我现在小 我还会长大的 你想说什么 我其实人家都说我长得不赖 不比那个炫火腹差的 你仔细瞧瞧 把手放开 我还坚真不屈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个 我爹说了 谁要是能治住我 谁就是我丈夫 你娶了我吧 幼稚 不是 吕布韦 你站住 我还 我还没说完呢 我在咸阳城等着你啊 你一定要回来娶我啊 听见没 主人 这黄毛丫头谁啊 她懂什么叫见真不屈嘛 吕布韦 疯丫头 我等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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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нап finishing my decreto pos who vorne 浩伦 这么早 你干什么去啊 没什么 只是白天 representing 提前洗衣裳罢了 受伤了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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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岁 浩岚受伤了 谁都哄了 你怎么那么笨啊 啊 一人 不要碰凉水 去踏山休息 快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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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躺了一整天了 再躺下去多难受了 你就让我出去吧 你要去哪儿啊 前线的东衣和鞋袜都做完了 我想再去取一些回来 明日再去 一人 回去 安心 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线的冬衣和鞋袜都做完了 我想再去取一些回来 明日再去 明日再来 依然 那些制衣的材料 都是你替我领回来的吗 那你又怎么知道 燕姨是说 这几日不要碰凉水 也不要到处乱跑 她给你看了一副药 以后慢慢调理 谢谢 阿玥 怎么样 我也查过公子娇 发现他的确与这次使团的副侍 陈勇 关系匪浅 就在前几个月 陈勇刚搬进一所温泉别院 这绝非是他个人的俸禄 能够供养的 您让我调查陈勇 是不是早就怀疑 杀死吕不韦 故意破坏和谈的人 一定是公子娇 我去杀他 他身边卫兵无数 怎么杀 就算现在去王上面前揭发 无凭无据 如何证实 再说 那是王上的亲生儿子 孰亲孰众 自是分明 阿月 沉不住气 就会和我一样犯错 这笔账迟早要算 但绝不是现在 为何 大帝当前 王上正名公子娇 在城内收集粮草 组织卫兵 我们的私仇 将来再报 现在主人的生意 按你所说 全部结业 关门盘点 准备转移了 可是战争 真的会打到邯郸城吗 虽说赵军被困长平 可能是整整四十五万人呢 就算秦人有通天的本领 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 全部解冥 只要援军及时赶来 前后夹击 赵国就还有获胜的机会 我也希望赵国获胜 但那是吕不韦的家当 关系着吕氏全族的身家和性命 绝对不能拿出来冒险 照我说的去办吧 将能了结的生意全部了结 尽快安排族里的老弱妇如出城 尽快安排族的族狼 我不会尽快安排 尽快安排族了 你何故这样着急啊 没听路人说吗 现在昭君被困长平 若是长平轮起 邯郸就下一个目标 我得即刻扛回去 我先回邯郸 终于路上小心 你说什么 王上 臣无能啊 楚威二国推说 秦赵早晚要议和 不肯出兵啊 秦国连我赵国的使臣都杀了 两国还如何议和 王上 这是一件奇事 楚威二国皆说 赵国的使臣 已经顺利地到了咸阳 正在进行和谈 父王 吕不韦分明是死了 看来 这是卫楚两国 不愿出兵的托辞啊 娇儿 长平将士已经被困四十余日 你的粮草筹集得如何呀 父王 儿臣勉强凑齐五千士兵 粮草还未被弃 就这样一支军队 还都是老弱病残 最大的 已经超过六十岁 最小的 还不过十二岁 就这样一支军队 如何抵抗虎狼之师呢 公子 此事不能再拖了 整整四十余日 前线的战士 吃什么喝什么 就算秦国威而不公 他们都要活活饿死啊 王上 王上 长平的将士回来了 什么 他们在哪儿 在 在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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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你们 皇上 朝平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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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朝阔将军战死 朝平败了 败了 那 寡人的四十五万将士呢 寡人的四十五万大军呢 军中断粮四十六日 杀光了所有的战马 就差人吃人了 朝将军率兵五次突围 历劫颤死 将军一死 军龙五首 剩下的人都享了秦国 谁料得百起始差 就将四十五万将士 全部坑杀 杀尽了 就剩下二百多个娃娃兵 让我们回来告诉皇上 朝国计数已尽 不如享了秦月啊 四十五万人哪 我朝国完了 完了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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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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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是扶起始绸 回来复命 那人是吕不韦 天哪 他还活着 快去别帮王上 吕大人回来了 王氏现在哪里还做得了吕不韦 秦军已经攻下长平 找国要完了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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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什么种 你没看错 我没事 平安回来了 浩兰呢 说话呀 浩兰姐 都嫁与秦王孙了 什么 吕少府 你没死还活着 滚 这么大伙计 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为何 我为你出生若死 你去衬人之位 你该死 你回来啦 我将他完毕归招 对他来说 我只是他危急时刻的一块腹板 一旦上岸了 我这块腹板就没有用了 现在 你来得正是时候 你肯放手 难道你没有听说 秦军已经攻破了长平 我怕是 赵国就要大乱 赶紧带他离开王宫 去正殿吧 他就在那儿 父亲 吕不温 吕不温 你是吕不温 你回来啦 是不是 是 是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就知道 你不会违背诺言 你一定会回来 他们都说你死了 我心里就一直不信 你答应过我 又怎会丢下我一个人呢 可是我和王孙 好 来 不提这件事了 我们离开这里 好不好 离开 照顾要乱了 我们留下来也无济于事 我带你离开 马上就走 那我去告诉王孙 不要再提这个人 这种时候带上秦国王孙 只会成为整个赵国的敌人 立刻去换上宫人服侍 我申法带你出宫 吕不韦 我们不能丢下王孙不管 你立即千辛万苦去秦国 不也都是为了他吗 是 我是在替他奔走 可是他不能背信弃义 独走我的所爱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 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了解秦王孙 为了解决问题 他有千百种方法 却选了最为自私的一种 他是想独占有你 光明正大的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他爱你 昊澜 秦王孙爱你 所以他在自私地把你留在他身边 达到卑鄙的目的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我们走 这 是 李博文 主要容我告别 来不及了 昊澜 你不能走啊 李博文 就算他真的有病 有宫中医师在也不会有大碍 昊澜 不要再管了 李博文 你就是不能走 你这么一走了之 将王孙置于何地 他会成为天下人的孝平 眼看是灭顶之灾 公孙将军 还是尽快带着王孙避避避吧 走 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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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的女人 为何让他带走 留下来 让他陪我一块儿死吗 你说什么呢 王孙 没事吧 别吓我 我这儿去找豪兰徽来 不许俊 王孙 不可以 不可以让他知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为他做下 让他走 让他走 那我去给你找药 你等我啊 原来等我 王孙 王孙 你醒醒啊 快来人啊 快来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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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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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再听昭阔之言 寡人好恨 恨得败气毫无人许 四十五万人哪 整整四十五万 这是要回我赵国基因 父王 如今我军兵败长平 那秦人下一个目标 就会是邯郸城了 恳请父王 把连将军请回来吧 父王为何撤坏连婆 难道你全忘了吗 连将军是擅长守城 可他自食功劳 数为军令 你将他请回 就等于让父王 向全天下承认 是他判断失误 错心照顾 才将这四十五万大军 葬身长平 这天大的罪过 你担得起吗 那依兄长所言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长平已是尸山血涵 人间炼狱 邯郸城内更是怨气纵横 哭声震天 要宣泄百姓的愤怒 更要激发他们 向秦国报仇雪恨的决心 只有一个办法 有办法你就说 用秦国王孙的鲜血 祭奠长平四十五万教室 宫主可真是狠心呀 平日里爱得死去活来 关键的时刻 却要杀了自己的爱人 您的爱欲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韩绍妃 好像对宫中的一切 都格外关心 庚主变脸如此之快 琼华不得不关心 韩琼华 赵国惨败 秦国大胜 这对韩国真的好吗 恐怕你赴韩王 如今正惊恐地浑身发抖 我劝你还是省口气 关心下自己吧 雅儿变了 变得让人害怕 你看到他刚才的神情了吗 那么兴奋 那么热情 好像 宋秦王随着上断头台 已经变成了他生命里 最热情的事了 什么意思 为了爱琪 他已经疯了 一个清醒的疯子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是 浩岚 你赶紧去换衣裳 我去准备出宫的马车和令牌 一个时辰以后 咱们就出发 浩岚 我知道 你对邯郸 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但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 可以比性命重要 我们先离开邯郸再说 好 我等你 公子 长平出了事 若赵王一定要杀起汪孙 请公子出面相救 你我既是友人 我便直言不讳了 父王是要杀起汪孙 可是这件事情 我管不了 公子是不敢劝 还是不想劝 公子交是真小人 从来不避讳自己的野心 而公子你 以标榜品德为己任 那一日我从你手上夺锅不薄 你不就想杀了我吗 你说我是伪君子 这件事情我管不了 请回吧 韩绍飞还好吗 你什么意思 宫中的飞瓶都喜欢用花草制作的香料 唯独韩绍飞与众不同 他捕狸猫之取香料 香气富与芬芳 金酒不散 刚刚我进店的时候 却发现公子的衣袖上沾了些许 你放肆 宫中耳目众多 我能发现的秘密 别人未必没有留意 您应该提醒韩绍飞 以后少用这种味道浓烈的香了 李浩兰 你真是一个狠角色 你可要想清楚 一旦轻举妄动 明日这消息就要众人皆知 我说什么来着 这丫头可真是狡猾得很 她这哪是来求人的 这应该是来要挟咱们的 这不是要挟 是合作 少妃 救下秦王孙 送给秦国一个人情 对韩国绝无害处 浩兰 我真的不明白 你毕竟身为赵国人 只要和秦王孙撇清了关系 你找一个达官显贵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向我伸出了援手 如今他有了危险 我又怎能欺他不顾 好 我答应你 春花 杀了秦王孙 无非就是弃弃秦王 可若留下他 也能做个肉盾 至少 秦仁打入邯郸的时候 有他在手里 谁还敢进一身 韩少妃 去吧 好 那我尽力一事 李浩兰 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你吗 并不是因为你窥破了我们的秘密 而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话 我说了什么 你说 是为了报恩 得人恩果千年计 这句话说来容易 可如今 诸侯征战 礼崩跃换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 少妃 叫我穷华吧 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穷华 你是后悔来到赵国了吗 战争总要有所牺牲啊 纵然 我贵为韩国的公主 也不过是韩国的礼物 可我不认命了 穷华 穷华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 其实 有时候我自己想想 也觉得自己挺不自量力的 赵公的牡丹真美啊 可是花开无神 我真想让你见见心正的舞蹈 大片大片 天下绝艳 那才叫美啊 总有机会的 李浩岚 你能做的都做 人之意尽 战争开始前 快走吧 帮我禀报医生 我要求见父王 这 无了大事 你担得起吗 兄长 父王身体不适 已经歇息了 你就不要再去打扰了吧 雅儿 我有要事求见父王 你莫要阻挡 兄长 我劝你不要自取其辱 雅儿 是谁准你这样和兄长说话的 一点规矩都没有 什么人哪 在外面吵闹 父王 儿臣有要事求见 大半夜的 你们俩为什么还不就勤呢 父王 儿臣前来 是为了明日 处决秦王孙一事 你想给秦王孙求情 父王 我不是为他求情 我是在为赵国考虑 秦仁刚杀了我四十五万无辜将士 我赵国 杀他一个王孙都不行吗 父王 五安军百姓 正在等候 进攻寒丹城的命令 如果我们此刻杀了秦王孙 惹弄了秦国人 他们立刻进攻的话 我们拿什么来抵达 来变战吧 兄长可别忘记 长平的士兵们战袍染血 黄沙买骨 他们的英灵 永远都回不了寒丹了 即便是为了他们 你也不该说出这种示弱的话 雅儿 你若是为了死去的将士们报仇 我绝对没有半个不子 可是你明明是为了谢自己的私分 秦王孙娶了别人 你愤愤不平 所以想方设法地想杀他 我问你 你置父王于何地 置整个赵国于何地 兄长 雅儿 我知你从小偏执 可是这一次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是如此地不可理喻 你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是你的爱情重要 还是我们整个赵国的安危重要 一己私情如何比得上家国之恨 兄长不信我 好 我愿以此向你们证明 自己所做的一切 绝无半点私心 这 雅儿 你别往哪儿说 雅儿 雅儿 你松手 你怎么这么傻 父王 您现在肯相信女儿了吗 行行行 父王信你 秦王孙是我的心头之爱 但他是赵国的仇敌 现在群情激愤 不杀秦王孙 何以平民愤 杀 杀 父王 父王 女儿愿意 嫁给楚国太子 请求楚国 出兵相助 雅儿 看来你是以欣慰昭国 寡人信你 信你 好 我去交代网头 咱们即刻出城 就是 慢点 司徒圈 这是 四十五万大军 葬送长平 邯郸城内 每一户人家 丧夫 丧夫 丧子 忽忽戴笑 家家匹马 时辰不早了 等主人出来 我们就上路 先去楚国 我听说 你母亲也是楚国人 你一定很想回去看看吧 先前都怪我不好 应该早日回来送信 你免得你担心受怕这么久 你说什么 大业为重 你一定能理解 主人也是迫于无奈啊 司徒圈 跑来 跑来 你要去哪儿 原本你有机会 可以给我送信 是不是 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不是平安回来了吗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吕不温 你知不知道 我得知你死去的消息 我有多么伤心 多么痛苦 你是不是 从来没有为我设想过 哪怕一愤一好 好嘞 大业为重 这可不是司徒缺能说出来的话 这可不是司徒缺能说出来的话 吕不温 吕绍府 我曾经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可我又高估了我自己 当你彻底陌视我 一心去追求你的权势的时候 我发现我错 大错特错 当时那种情形 我不能走漏半点消息 是 你不愿意冒一点风险 所以你情愿瞒着我 你有没有想过 若我是一个很脆弱的女子 有可能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以身殉情 你从未想过 哪怕一会儿 是不是 幸好我不是 我没有 因为我有自知之明 在你吕不韦的心中 我不过就是大业之后的摆设 就算你现在回去 秦王孙也必死无疑